但是他們都一直不成親 每次都要回去檢討 回去討論 回去一般好路試 然後討論 然後討論回來之後 換了現場之後 整個他們所談的也換了一批人 然後每次都是在浪費時間 就是不成親情商 不然你們會不會嫁婚就是不願意 那他們直接請教會不會嫁婦 不讓勞動行為裁決 謝謝 我想要感謝林永宏議員 剛才替我們證實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 副理事長黃靖勳 他是一個能寫的幹部 那麼針對南投縣的教育問題 他寫了很多跟縣府意見不一樣的文章 簡單講 對南投縣的教育政策 有諸多的一個批評與檢討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事情 竟然受到南投縣政府的一個恐嚇 說你在寫 批評南投縣政府的文章 叫想辦法 用不設教室把你解騙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縣政府 我們真的匪夷所思 我們真的匪夷所思 不曉得各位媒體還有沒有其他 請問一下全台灣各縣市的教師公會 是只有南投縣沒有會物價嗎 不知道其他縣市是怎麼樣 我們目前大部分的縣市都有會物價 那少部分的縣市是本來就沒有會物價 那麼現在本來有會物價的 然後被取消會物價的 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是第一個 尤其他這個103年這個發的公文 是在這一屆期間 那麼這一屆任期是還沒有結束的 也就是說任期中的一半 就擅自撤銷了當初的約定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有會物價的縣市教育公會是哪些 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得到嘉義市 嘉義市 那另外台中縣 再來就是 沒有就這兩個 所以只有這兩個 每週四個小時而已 就是有會教是四個小時 每週四個小時 基本上是這樣 理事長副理事長 他是每週回去上課四小時 那其餘的時間 就是公價辦了會晤 那至於其他的幹部的話 那就是用減授幾節課 然後利用課餘的時間來辦了會晤 謝謝請 我想請問一下 那今天檢舉之後 這個中心股中 目前的發發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只能說 我們檢舉以後 教育部去查證實施 那當初的校長李芝陶 被懲處 然後也退休了 那至於目前的狀況 目前狀況他們的一年級部分 是有強態的一段 但是呢 二年級部分是去年 現在的國二部分 我們去年是全縣第一次 統一電腦被辦 但是他們現在二年級的部分 是還沒回日 而且我們縣長 還特別帶了我們的處長到國教署去檢 說本來他們是想要把 控球班打上而已 那當時也只打上棒球班 不處理其他班 就已經引起家長很大的混争 家長在跟縣長抗議之後 縣長就害著處長到國教署說 那棒球班不解散 就維持原傳 其他班也就沒有了 就因為這樣子 在影片當中說 我們只檢舉棒球班 那是完全錯誤的 那是在欺騙 其實是全部都沒有回覆 這個 這個我們3月31號還有收到 這個監察院給我們來的公文 這是說我們所檢舉的 103年度現在的國教這個班 沒有恢復常態編班 這個事情 這個監察院已經有派委員去調查 這是上個月底3月31號給我們的公文 表示說他們這件事情 查查的結果應該是 我們有待觀察 那目前啊 據我們所知 他還是要以國教主席查查之後的結果為準 我們趕快這個結果是如何 謝謝 不曉得我們現場媒體沒有要提問 好 那如果沒有提問的話 不曉得我們幾位來賓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沒有的話呢 我們今天很感謝黎初芬委員 以及林永宏議員 來幫我們發聲 幫我們聲援 那我們還是希望 台灣的民主 能夠走向民主法治的一個常態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